是4月1日在珠海書院向同學介紹十二五時回答同學的問題 將來新一屆的特區政府有什麼挑戰 除了經濟方面、政治方面有沒有 我回答他看到有兩樣 一個挑戰可能要立第23條基本法23條立法 第二個就是政改 我從來沒有說過現在這個時候要立法